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进入了第四天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呢 就是俄罗斯的部队现在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而且乌尔双方的军队现在就在城市里面的街道上交火 当地民众有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 也有听到很大的爆炸声 还有街头也出现了一些被俄军遗弃的军事车辆 那很有可能是俄军受到了当地乌克兰军队的抵抗 最后汽车逃亡 还有除了哈尔科夫呢 俄罗斯最新也宣称说 他们今天包围占领了两座乌克兰南部还有东南部的大城市 那目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况可以说是比较焦灼 所以俄军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包围基辅 那这些消息都传出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现在再提一次和谈 那他们这次不想要办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要改在白俄的第二大城戈麦 他们说已经派了一组人马到那边等乌克兰了 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很快就马上回应说 他不愿意在白俄罗斯的境内谈判 那因为俄军现在也从白俄罗斯的方向来攻击乌克兰 所以如果要谈的话 地点一定要改到其他地方 那他有提议说布兰的华沙啊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甚至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都好 那就是不要办在白俄罗斯 那另外现在呢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资讯战也打得很凶 就是有欧洲议会的议员就说 他有看过俄罗斯的情报报告 那里面原本分析说这场战争一到四天就会结束 但是现在已经打了第四天 乌克兰还是很坚决的抵抗 那俄军现在就面临了后勤补给很不够的问题 而且当初带的弹药可能只能撑三到四天 因此芬兰外交部长就警告说 不要小看普京的必胜决心 他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已经准备要动用核子武器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这些消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